外婆去世后 我从农村老家回到海城 本想收拾一番准备完婚 可等我刚到婚情公司 正打算订个超级豪华婚礼时 工作人员却告知我 南方已经结婚了 首富集团大公子傅一涵 三个月前就结婚了 娶的是京市市长的女儿 自小青梅竹马的梅可 我一听 猛了 我才是京市市长的女儿梅可呀 我站在傅一涵家的别墅前 眉头紧皱 傅家管家连门都不让我进 还说傅先生说了 谁敢冒充我老婆 我老婆与我自由一起长大 我怎么会认错 小表妹猪猪气的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表姐 这到底咋回事啊 咋说你是冒充的呢 表姐与傅一涵 不是从小两家定的亲吗 这次咱们回来 不就是准备结婚的吗 我嘘了一声 让她晋升 这次回海城准备婚事 本来是要等父母一起来的 可他们工作太忙抽不开身 我就先过来了 想着操办婚礼事务繁杂 我先来张罗一下 谁知道刚到婚情公司 我跟首席设计师 聊完基础想法 他看到我手机里的准新郎照片 脸色瞬间就变了 梅小姐 这 这不是傅公子吗 对呀 他就是我的未婚夫 设计师的脸色难看极了 皱着眉说 可是傅公子三个月前就结婚了呀 婚礼还是我们公司策划的呢 自从外婆身体不好 我就代替父母回到老家 当起了全职尽孝的孙女 五年都没回海城 直到外婆去世 妈妈才把我叫回来 让我好好准备一下 联姻付嫁 毕竟是从小就定下的婚约 再拖下去 我俩都要奔三了 得知真相后 我立刻就去傅家质问 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 傅家人的趾高气昂 傅义涵的不屑一顾 让我嗤之以鼻 不会认错 你最好别认错 我带着表妹 逛遍了海城各大高车店 把账单筒筒送到傅家 毕竟账单上签名的人 可是京市市长的女儿梅可呀 还没到中午呢 傅义涵的公司钱就挤满了人 海城各大奢侈品牌派人送货 和来算账的人全挤在门前 傅先生 这可是傅太太的名字 你可不能赖账 对呀 傅太太的名字谁不知道 难道还有人敢冒充不成 傅先生 你太太在我们店一共消费了一百万 麻烦结算一下 傅先生 要是你手头紧 要不你叫傅太太下个月再来买 把那黑珍珠项链先退给我们 另一位太太也喜欢等着要呢 那可是六十万啊 对呀 你要没钱 就别让傅太太到处买东西 买了不给钱算咋回事 就是我们让你太太签字先拿走 就想着傅先生 你也是海城的名人 肯定不会赖账 我坐在咖啡店里看热闹 远远看着傅义涵 额头上冒出了薄汗 看着门口挤座一团的人 眉头紧锁 我喝着咖啡 微微发笑 不是娶了眉可吗 那就承担这名字下的一切吧 正热闹着呢 公司门口里面走出一个女人 穿着一身名牌 娇弱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她眼角红红的看着傅义涵 老公 这是怎么回事 出来的正是现在傅义涵的太太 那个傅义涵府里 吓人口中的眉可 她看着个品牌店工作人员手中的账单 上面签的字 她摇摇头 对着那些人说 这不是我签的 是有人冒充我 品牌销售可不干了 你说不是你签的 就不是你签的 她自信满满的说 因为我从小在国外长大 中文只会念不会写 这笔字不是我写的 傅义涵想拦住她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众人一片哗然 堂堂京市市长的女儿 不会写中文 前段时间不是还传她写了一幅毛笔字 在慈善晚会上拿出来衣卖吗 怎么可能不会写字 傅太太为了赖账 真是什么都能说出来啊 傅义涵赶紧解释 我太太心急解释的误会了 只是最近她手伤了 写不了字 她从小在梅加尔茹目染 一笔漂亮的簪花小凯 怎么可能不会写 那就让傅太太写一下名字 让大伙看看 跟账单上的签名 对不对得上就是了 我从人群后走上前来 微笑着看着她 傅先生 你说是不是 这样岂不是一目了然 大家也心服口服 京市市长的夫人 是有名的书法家 梅太太更是出自书香门第 她们的女儿 三岁会写字 五岁书法作品 开始全国获奖 谁不知道啊 大伙纷纷点头 就是让傅太太写个名字 咱们大家伙看她便是 傅义涵狠狠盯着我 你是谁 这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傅家的私事 我退后一步 我只是帮各位说个公道话 怎么 公道话也说不到 那傅太太躲在傅义涵身后 老公 我不会写 犹豫了一下 又想到傅义涵的话 我 我右手受伤了 不能写字 我笑了起来 梅小姐从小左右手都能写字 右手伤了 左手一样能写 傅太太别客气 左手写出来的字 大家一定认得 对 你总不会两只手都伤了吧 我看你刚才出来还拿东西来着 大家纷纷起哄 傅太太眼睛里泪花闪烁 我上前一步 朱朱 把笔和纸拿来 傅太太 请吧 我曾经在一个拍卖会上 拍过梅可的一幅小字 这是傅太太的笔记 待会可别认错了 我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幅字 这是我刚在咖啡店写的 正好拍上用场 这笔记 和各位销售账单上的笔记 可是一模一样 字画传阅了一遍 大家开始盯着傅太太 傅太太 开始吧 傅义涵脸色发黑 只对我发难 你谁啊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就敢来捣乱 这没你的事 赶紧走 朱朱挡在前面大声叫道 你干嘛 傅义涵 我表姐不过是看不过眼 为大家说句公道话 傅先生现在是想赖账 所以为难我表姐嘛 这事到还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王法呀 大家一拥而上 把我挡在身后 对呀 给钱 想找借口赖账 咱们法庭见 傅太太大声叫道 别吵了 我写就是了 工作人员拿出纸笔 她歪歪牛牛 写下了梅可两个字 真的是丑得不行 大伙看看她的字 再看看字画上的字 一脸疑惑 这是一个人的字 我吃笑 傅太太真是为了赖账 什么都做得出来 写成这样唬谁呢 除非傅太太不是梅可 那傅太太是谁 傅太太一脸金色 倒退几步 奸生说道 胡说八道 我不是梅可谁是 我可是京市市长的女儿 傅义涵的太太 你是什么人 赶来集团门口胡说八道 来人 把她给我赶出去 别葬了我家的地 保安如狼似虎地冲出来 要轰我 猪猪挡在我身前 被人狠狠地推倒 傅义涵在一旁怒声道 莫名其妙带着人来公司闹事 我倒要好好看看 你有什么企图 傅太太带着保安冲过来 一把抓下我的口罩 看到我的脸 她眼中闪过一丝妒忆 猪猪被几个保安捉住 大声叫道 你们放开我表姐 你们知不知道我表姐是谁 等我遗父到海城 不会放过你们 傅太太反手一个耳光 打在了猪猪脸上 你这个小贱人 也配在我面前说话 我想护住猪猪 却被人拦住 傅太太 梅家不是一向低调谦逊吗 梅小姐知书达理 原来这是蛮不讲理 动不动就出手伤人 傅太太嘴角带了一丝笑意 夹杂着得意 我可是傅义涵太太 你又是谁 到时候倒要和你爸妈好好理论 是如何教导你的 有没有一点家教 我现在就要替你爸妈 好好管教你 说完 她上前一步 我想躲开 却被保安抵在身后 下一秒 一个耳光便狠狠甩在了我脸上 我的脸立即肿了起来 从小到大 父母都为舍得动我一根手指头 却被这个冒牌祸打了 猪猪气的眼眶发红 傅太太 你知不知道你打的人是谁 到时候你要付出代价 她紧逼上前 低声道 代价挺能说的呀 我现在便是划烂了你的嘴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我赶紧避开 大声叫道 你是假的梅可 我才是真正的梅可 我现在要报警 众人一片哗然 傅义涵本是袖手旁观 听到我的话 脸色一变 把傅太太拉住 我连忙挣脱保安的手 退后几步 傅先生 你与梅可有婚约 可是你却在三个月前 与这位小姐结婚 将她认作梅可 我问你 你们领证时 结婚证上面的名字 写的是梅可吗 傅义涵脸色发白 又退后一步 傅太太上前挡在身前 我与老公从小一起长大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冷笑一声 掏出身份证 上面不仅有我的证件照 最关键的是 上面清楚明白 写着梅可两个字 我要找律师 告你冒名顶替 用我的身份孤名钓鱼 嫁入豪门 围观的人顿时炸了锅 难怪那个傅太太写的字 那么丑呢 我还奇怪 只要是中国人 怎么可能不会写字 而且他们结婚的时候 梅家好像没来人 当时就觉得奇怪 当时婚礼寒酸得很 听说除了几个朋友 谁都没请 我当时还奇怪呢 首富公子结婚 怎么会这么低调 傅太太用丝巾试泪 眼泪汪汪 我们没付两家联姻 我不想太高调 影响爸爸的名声 没想到 现在却成了 你们非以我的把柄 反正无论我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相信 你们只信这个 莫名其妙的女人的话 还是说 你其实暗恋我的老公 想败坏我的名声 让我净身出户 小姐 你知不知道 名声对一个女人 有多重要 现在我说什么 大家都不会信 看来只有一死 以证我的清白 说完 她就往旁边的 玻璃门上撞去 旁边所有的人 惊呼出声 老婆 你这是做什么 为了一个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路人 做出这样的傻事 傅一涵一把抱住她 傅太太依偎在她怀里 哭得死去活来 傅一涵气急了眼 怒吼道 来人 把这散布谣言 败坏壳鸣声的女人 给我抓起来 我倒要看看 她有多大胆子 猪猪拼死 挣脱了保安的牵制 死死挡在我面前 被两个粗壮的保安 一掌打倒 另外一个人 将她按倒在地 一巴掌又一巴掌地 打在她的脸上 哪来的疯女人 还敢来傅家闹事 另外两个保安 要过来抓我 我拿出一支钢笔 没可 今日我要是出事 三天后我爸回来 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保安想上前抓我 又看到我手上的匕首 怕闹出人命来 只回头看着 傅一涵的眼色形式 傅一涵气得脸色发青 今日不给你个教训 别人还以为 我傅一涵好欺负 我太太的名声 岂不是让你败坏了 你们在等什么 把她给我抓起来 出了事 我负全责 几个人一拥而上 把我抓住 钢笔划破我的脖子 有血开始渗出来 保安边 抓住我的手边骂 你一个小姑娘 也敢在我们傅家门前放肆 啪哒一声 手中的钢笔掉落在地 我的手都差点 被他们的蛮力拧断 我努力挣扎着 傅一涵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 我爸来海城后 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并没有污蔑他 是他假冒了我 傅一涵嘴角琴 这一丝狠意 那就看你爸爸 来不来得及就你 给我打他几巴掌 狠狠地打 看他还敢不敢造谣声势 呀 太过分了 一个小姑娘 怎么能当众打人家耳光 快录下来 发到网上给人看看 傅家是怎么目无王法的 愣着干什么 快报警啊 这小姑娘看着细皮嫩肉的 这下可要受苦了 我拼命想挣脱 却于事无补 被两个保安死死抓住 给我打 啪 啪几巴掌打在我脸上 我的脸马上红肿起来 猪猪在一旁 摆着脸高喊道 不许打我表姐 我被堵住了嘴 呜呜发不出任何完整的话语 傅一涵死死盯着我 我今天一定得给你一个教训 给我打 两个保安举着巴掌 蓄力朝我脸上打过来 我咬着牙 准备生生承受的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住手 我看谁敢动我女儿 我一回头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爸 爸妈终于到了海城 他旁边跟着的保镖 赶忙上前推开抓着我的人 我立刻扑进我妈怀里 乌液着说不出话来 他看着我的脸 心疼得不行 谁打的 我爸还穿着开会时的衣服 身后跟着保镖 以及海城的一些官员 旁边的人纷纷闪到一边 让出一条路来 我爸走到傅义涵面前 沉声道 傅先生真是厉害 大庭广众之下 对着公民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傅义涵满脸冷汗 在我爸的威压下 腿都有些软了 我爸目光如炬 越过他 看向他身后的傅太太 听说傅先生三个月前便已结婚 娶了我的女儿 我居然不知 我竟还有个流落在外的女儿 围观人群看热闹不闲是大 纷纷在边上起哄 梅先生 那个躲夫先生后面的 就是他太太 说是你的女儿 妈妈上前一步 指着后面的傅太太 这位傅太太 能不能问你两句话 你说你是梅可 京市市长之女 怎么如今你爸妈来了 倒不见你上前呢 旁观的人说 冒充市长的女儿行骗 还几百万 这罪可不小 这傅义涵也太大胆了吧 这年头 怎么还有人冒充别人的身份 跟人结婚的 简直离谱 傅太太双腿 抖得像筛子一样 梅先生 梅太太 我妈步步紧逼 傅太太 你说你是梅可 还是说 你是有人瞒着 我在外私生的女儿 说还白了爸爸一眼 爸爸一听这话 瞬间黑了脸 走到我妈身边 指着傅太太骂道 岂有此理 我的名声 被你这种小人败坏 我要报警 把人抓起来 问问怎么回事 傅义涵和傅太太 早都脸色惨白 梅先生 误会绝对是误会啊 爸爸冷哼一声 误会 我不过晚到海城一步 我女儿便被人欺负成这样 我都不知道 这误会是什么误会法 我冷哼一声 这海城谁不知道 傅先生娶了 京市市长的女儿梅可 我清清白白一个女孩子 不明不白 就成了已婚人士 我人没在海城 名声倒是被毁得差不多了 傅太太跪在地上 只说在傅义涵后面 小声地哭 老公 呜呜 我不要去警察局 现在怎么办 不关我的事 爸爸大怒 我没晕疯的女儿 就这么让你们污蔑 傅义涵你既然敢做 难道还不敢当吗 傅义涵一听 哪里还过得上别的 将傅太太往旁边一推 傅太太哀呜一声 撞到玻璃门上 梅先生 不 梅叔叔 我也是被他骗了 我也是被蒙在鼓里 傅义涵只忙着认错 梅叔叔 我也是被人骗了 我真的不知道 是他拿着身份证上门 说他和家里 吵翻了没地方去 我年纪轻不懂事 看那证件的样子 也是真的 我就信了 他把订婚的前一后果 说得清清楚楚 我就遵守承诺 承认了这门婚事 和他结了婚 我仗红着脸 呸了一声 真不要脸 谁家结婚 随便拿这个 身份证就结了 户口本呢 这是伪造一个证件 就能认了的是吗 傅义涵看着我 露出他认为 最好看的样子 眼神里带着深情 实在是我一直惦记着 和梅家的联姻 他找上门来 哭得可怜兮兮的 我一直心里惦记着梅小姐 哪里敢怀疑什么 梅小姐原谅我这次吧 恶心的我差点 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傅太太听到他这么说 从地上爬起来 哭喊着扑上去 老公 你说什么 你怎么能说是我骗了你 傅义涵站在一边看着爸爸 满脸愧恨 梅叔叔 你要相信我 这绝不是我傅家的意思 这件人 不过是一个骗婚的 把我们家骗得好苦 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好好教训一下 傅太太还不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只哭着撒娇 老公你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和我离婚 再娶梅小姐 傅义涵一把甩开她 与我有婚约的 本来就是梅小姐 你一个冒牌货 你既不是梅可 那婚事自然就不算数 傅太太扯着她袖子摇晃着 老公 你说要对双双一辈子好 难道你说过的话都忘了吗 傅义涵反手一个耳光 扇在她脸上 不要脸 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这些 林双双贪坐在地上 不明白 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天 明明就是老公让她嫁进来的 浪漫的求婚 精致的婚礼 如今居然说不算数了 眼看着美梦就泡了汤 爸爸一挥手 来人 把人都带到警察局去 我一定要弄清楚 到底谁敢冒充我女儿 还冒充她结婚 保镖一拥而上 林双双被保镖带走了 傅义涵还站在一旁 只看着爸爸 爸 都是我被那个女人蒙蔽 才匆忙结了婚 说我对不住可儿妹妹 猪猪呸一声 刚才你跟那个女人 欺负我表姐的嘴脸我还记着呢 什么爸 什么可儿妹妹 就凭你也配 少来叛仇我表姐 妈妈牵了我的手 仰起头看向她 好一个傅义涵 傅家这样的门风家教 实在配不上我的女儿 这门婚事就取消吧 我已经打了电话给你妈妈 都是她远在国外 不问世事才闹出这种荒唐事 等她回来 我自然有话和她说 傅义涵慌乱道 阿姨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美可妹妹 求您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带美可妹妹的 爸爸冷眼看着她 一脸不屑 大可不必 傅先生 以后不要提这门亲事 你一个已经有老婆的人 还想高攀我女儿 我呸 这一场闹剧 声势浩大 不过半天功夫 傅氏大公子傅义涵 娶了一个假的 京市市长女儿的事 便传遍了互联网 虽然带着我们家 名字的热搜都不能上 词条也查无此人 但论坛基本都在讨论这件事 我跟着爸妈 在海城的家里暂住 第二天大早 便在院子里看到了热闹 从国外赶回来的傅义涵的妈妈 带着浩浩荡荡的礼物 押着傅义涵进了没家 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傅义涵 跪在一楼的客厅中央 傅妈妈沉着脸骂她 从小我就教导你 要明示礼懂进退 没想到 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偷偷取了个假儿媳妇回来 傅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没家对你如何处置 我都毫无怨言 只怪我管教不严 让你做出这种错事 自你父亲去世以后 我便一直在国外休养 从来不管你的事 原以为你有出息了 没想到你居然长出这种歪心思 我愧对傅家 愧对你父亲 你便跪在这里 好好反思一下你的过错 傅妈妈身体一向不是很好 我见她气得够呛 连忙上前问好 阿姨好 我不可能嫁给傅一涵这样的人 还请阿姨做主 这门婚事就取消了吧 妈妈抹着眼泪 姐姐不知道 可儿受了多大的 委屈她回到海城 第一时间就是去婚庆公司 安排婚礼的事 却晴天霹雳般知道了这个消息 现在闹到众人皆知的地步 你叫可儿怎么活呀 傅妈妈递过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份股份转让书 这原本是我给可儿准备的礼物 我日后给她添的嫁妆了 她以后就跟我亲女儿一样 傅一涵一听 历史变了脸色 上前道 妈 这桩婚事可是爸在世实定的 怎么能轻易作废 傅妈妈大声呵斥她 你做出这样的事 还有脸提你爸爸 我还没问你 那个林双双是怎么回事 傅一涵自自嗯 不避她说 我已经叫人看了林双双的口供 爸爸刚开完会回来 还穿着一身正装 原来 林双双是当年傅一涵 在国外认识的同学 本来也就是几度春风的关系 可一年前她突然回国 说自己背上了高利贷 还被黑帮盯上了 走投无路 这才投奔了傅一涵 两人在傅宅 偷偷过起了夫妻生活 直到三个月前 林双双带了肚子 一定要傅一涵给她一个名分 她这才想了个馊主意 办了个假婚礼 林双双又哭又闹 说如果傅一涵不娶她 她就去开直播 控诉她使乱中气 傅一涵虽然有婚约在身 但是她浪荡惯了 觉得不领证办个婚礼不算什么 正好用了娃娃亲的名头 说自己娶了梅家的女儿 也不会被人戳几两股 说不定等生米煮成熟饭 梅家看在父辈的交情上 愿意任林双双做干女儿呢 她带着双双 出席了几场慈善晚会 又叫人操刀写了几幅字 打造了才女的声势 别人更不敢多疑 于是两人顺势结了婚 外人只知道 梅小姐一个人先回了海城 选了婚妻结了婚 傅一涵借着京市市长女婿的身份 也得了不少好处 她日子过得顺畅 自然忘记了 只怎么包得住火 不料爸爸突然来海城视察 我提前回海城 一下撞破了她的好事 把她的美梦打碎了 在两家长辈的雷霆手段下 梅家与傅家解除了婚约 傅妈妈失望地看着傅一涵 那个林双双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人 你打算怎么处理 傅家的脸面已经被你丢尽了 我们家的儿媳妇 绝对不可以是这种人 对外说她 只是你一个远房表妹 来走亲戚的 给她另外安排一套小房子 打发出去住 傅家这桩丑事闹得太大 傅氏集团的股价 都拨动了几天 让股东对她很是不满 说她如果还不能平息风波 就换了人掌舵 傅妈妈出面 和几个老股东聊了几次 才勉强把局面安定下来 因为傅家的是丢脸得很 海城的权贵圈的那些人 见风使舵 马上躲得远远的 林双双被放了出来 她本来要判刑 但是傅一涵找人给她活动了一下 最终无罪释放 可林双双回到傅家后 却不肯消停 一哭二闹三上吊 要傅一涵在 名正言顺办一次婚礼 和她结婚 傅妈妈说了 看在孩子的份上 可以安置好她和孩子 但是如果想嫁进傅家 除非她死了 林双双眼看着自己的身份 从傅一涵太太 变成了见不得光的情人 哪里肯答应 天天在傅家 缠着傅一涵哭闹 她捂着肚一涵在傅一涵面前哭 你现在就和我去领证 不然我就去开直播 把你的丑事都捅出去 你觉得我伺候你伺候的好 又听说梅可性格强势 不好相处 便动了歪心思 你不愿意放弃这个月嫁 又不想娶没家女儿 既要又要 把别人都当傻子摆布 天下便宜 都是你一家的不成 风光都是你的 初了事便让我单着 傅一涵 你想得美 傅一涵此刻却打着别的主意 她天天让人往我家送东西 昂贵的鲜花 大牌的衣服 奢牌的珠宝 琳琅满目 一天天送到我们没家 直到猪猪看到了 气呼呼地回来 拍着桌子生气 傅家真不要脸 那个傅一涵 天天给表姐送东西 还在社交账号暗示 和表姐是青梅竹马 都是那个林双双骗了她 她知道错了 要跟表姐在续前缘 办一场世纪婚礼 吃瓜群众还夸她是性情中人 呸 不要脸 我叫人把所有的东西装车 送到了傅家 递交傅妈妈 并传了话 既然取消了婚约 两家从今以后 也不必来往了 林双双看着这些东西 极度地红了眼 这日 林双双大着肚子 把我堵在了我常去的餐厅 她红着眼睛瞅着我 还请梅小姐给我一条活路 一涵说 这件事因我而起 如果我不能让梅小姐原谅 以后就不许我再进傅家的门 我退后一步 打断她 傅太太说话可得小心点 我和傅一涵已经取消婚约 我们没啥关系 你求我干啥 她眼泪掉下来 一涵说她一直喜欢的人 就是梅小姐 都是我拿假身份证骗她 如果梅小姐不原谅她 不愿意嫁她 我就在这场跪不起 说完 扑通跪在我面前 猪猪挡在我身前 傅太太 你要不要脸啊 你假冒我表姐与傅一涵成了亲 现在又来比我表姐家傅一涵 你们不要脸 别人还要脸呢 你以为跪在这里 就能威胁我表姐不成 我不再理她 转身出了包箱 刚下楼 只见林双双在后面七声哭道 梅小姐 难道你就不能看待一涵 对你的一片深情上 原谅她一次吗 人非生贤 熟能无过呢 她这话 让走廊里的人都侧目而视 我急得红了脸 猪猪伶牙俐齿地反驳回去 傅太太 梅家与傅家婚约早就取消了 你怀着孩子 不想着早日嫁入豪门 给孩子一个名分 堵在这里污衊我表姐干啥呢 难道这是你家那位傅公子的主意 娶不到表姐 就纠缠她一辈子吗 我脸色惨白 雨带哭声 这世界上 怎么还有傅一涵这么不要脸的人 毁了我的名声不算 还要我一辈子都不好过 然后我身子一歪 假装倒在了猪猪身上 猪猪尖叫 啊 快打120啊 我表姐气得心脏病发了 一下子 傅一涵派情人在酒店 向梅家小姐逼婚 并将梅家小姐气晕的事 传遍了海城的权柜圈 爸爸直接找人去了傅氏集团 不管他们在开股东大会 当着所有股东的面 把我的委屈一一说出来 开着桌子告诉傅一涵 从今以后 两家再也不会有任何关系 听说傅妈妈连夜找齐了 海城的名门闺秀的照片 商量给傅一涵相亲 两个月后 傅家与另一个集团的女儿定了亲 李家小姐长得很漂亮 重要的是 性子泼辣 林双双在她面前 只有低头做小的份 我再见到林双双和傅一涵 是在一家我常去的商场 傅一涵陪着她出来逛街买衣服 想必是李小姐还未进门 没人管着林双双这个小情人 林双双娇较无力地 溢在傅一涵身上 买对面的包包 看见我走进来 挑着眉笑着说 原来是梅小姐 哎呦 梅小姐再过几年 就要奔三了吧 听说你现在还没找到男朋友啊 是不是后悔当初的决定 可惜一涵订婚了 梅小姐如果想进傅家门也不行了 只能当着情人 哎呀 到时候岂不是要叫我做姐姐 我冷眼看着她 林双双 你要知道 只要我不饶你 你冒充我的罪名 依然能让你牢底坐穿 林双双面色惨白 忙闭了嘴 我带着猪猪 去了对面的服装店 刚好遇到了在里面试衣服的李小姐 我笑了 轻轻坐下 假装不认识她 只和猪猪说话 逛街买衣服 都能撞见傅一涵 真会气 那个林双双也太嚣张了些 傅一涵这么喜欢她 真是替她以后的老婆担心 真可怜 毕竟 谁能忍受自己的老公 在外面养着小情人呢 肚子里还怀着个孩子 不知道闹多少事呢 李小姐听到我的话 僵直地站着 希望她听到我说的话 能够对这门婚事有所考量 我给猪猪挑了一个裙子 付了钱 转头去别的店 还没走出多远 就看见李小姐 冲进了对面的奢侈品店 不一会 几个人撕打着出来 李小姐指着林双双 叫保镖上去拿人 把这狐狸精的嘴给我打烂 好好教训教训她 我可是未来的傅太太 她嘴巴里还敢不干不净 给我打 看她还敢不敢嚣张 林双双尖叫着 捂着脸四处躲着 李小姐 你还没嫁进傅家呢 怎么能胡乱打人 你一个千金小姐 动不动就喊打喊杀 你知不知道 一涵最讨厌你这样的粗鲁女人 我肚子里的可是傅家长子 你怎么敢动我 李小姐一听 更是气红了眼 一个眼色过去 几个保镖立马围过去 一片混乱之下 只听林双双尖叫 老公救命 我的肚子 我的孩子 救命啊 傅一涵在一旁想拦 却插不上手 等叫傅家的人将人拉开时 林双双一躺在地上 脸色惨白捂着肚子叫疼 林双双的丫鬟一声尖叫 啊 地上有血 众人惊住了 傅一涵一把抱起林双双 快去医院 林双双小铲了 因为被人推壤撞到了小腹 孩子没保住 林双双崩溃了 在家哭得死去活来 李家也知理亏 但是女儿还没嫁进傅家 傅一涵的小情人 却要先是孩子 也说不过去 李家拿了一份合作企划书 过来给傅家赔礼道歉 傅家也只能算了 说到底 傅一涵如今还能和门当户对的人家联姻 已经是不错了 李小姐虽被宠得有些无法无天 但是她背后是李家 难道为了一个小情人 取消联姻吗 最后 傅一涵只能让林双双 打落牙齿和血吞 毕竟 谁让她名不正言不顺呢 李小姐知道 林双双还是继续住在傅家 又气得在家砸了一地的东西 我听了这消息 乐不可知 李家大小姐李晴云 出了名的不好惹 她怎么可能会高兴 傅一涵有一个情人 日后肯定有好戏看 傅一涵结婚那天 刚陪着李晴云进婚房 就有人上来敲门 少爷 双双小姐说肚子疼 让您去看看 疼得厉害 一直哭呢 傅一涵一听 把正搂在怀里温存的李晴云一放 她一句话没来得及说 直奔林双双屋子而去 只留李晴云在卧室里 脸色阴狠 李晴云咬着牙 叫着身边的保姆 林双双还住在这个家里 保姆支支吾吾的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她让人带路 去了林双双的住所 一进后院的小别墅 只听到屋里一阵娇笑 老公只能碰我一个人 双双还要为老公 升一个足球队 在我怀孕之前 不许你碰那个女人 不许和她同房 不许看她 反正这几天 你只许跟我在一起 灯光倒映着人影在窗上 映着林双双 早换上了火辣性感内衣 坐在傅一涵身上撒娇 傅一涵哄着她 好 我的心肝宝贝 我只疼你一个 那个李晴云 海诚还有谁不知道 她一直嫁不出去 能嫁进傅家不错了 还敢说我什么 我的孩子 只从你肚子里出来 好不好 俩人在屋里亲坐了一团 林双双娇笑着说 老公当时可答应了 我要生亡儿子 就和李晴云离婚娶我 傅一涵笑了 当然 李晴云气得眼睛发红 大吼一声 把门给我撞开 几个保镖冲上前去 把门踢开 房间里 林双双正喝着红酒嘴对嘴 为傅一涵呢被人冲进来 吓了一跳 尖叫道 你们干什么 傅一涵也好不到哪去 来林双双房间前 喝了好多酒 人已半醉 全身无力 只拍着桌子吼道 你们想造反啊 李晴云走进来 看着他们 老公 今日是我们新婚夜 林双双说 肚子疼哄了你来 我让人配了一副药 来人 给林双双喝了 林双双往后退去 什么药 我不喝 李晴云有备而来 不喝可不行 几个保镖冲上去 将林双双按住 把一碗药 直接灌进了他嘴里 一滴不剩 然后捂住他的嘴 让药全吞下去 傅一涵乃见过这阵仗 怒吼道 李晴云 你这是要干什么 李晴云看着他 你跟我结婚 却背地里在家养着这个贱人 真当我好欺负啊 这副药 是我专门配挤他的 你不想跟我生孩子 却要娶我进门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今天不妨告诉你 要么现在就离婚 要么他这辈子都不能生 李晴云看着林双双 像看着一个死人 林双双 你太贪心了 你刚才喝的 是让你以后都不可能 再有孩子的药 这是我给你的警告 你一个小三 算什么东西 也敢和我争 傅一涵又惊又怒 林双双想把药吐出来 但是刚才被保镖压得紧 要全喝了进去 吐也吐不出来 李晴云不怕傅一涵对他怎么样 现在傅家名声都烂大街了 哪怕刚领证就离婚 影响的也不是他家的股票 他自顾自转身出了小院 回了自己的别墅 争斗才刚开始呢 第二天 傅家一大早就叫了救护车 把林双双送去了医院 原来林双双刚小产 李晴云为了药量实在太大 导致林双双还没养好的身子大出血 送到医院就直接进了抢救室 傅一涵睡在在他房间里 但是因为喝醉了酒 一直酒醉不行 早上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血泊里 林双双整个人身下都是血 他惊得半死 现在还没回魂呢 保姆去找傅夫人 不料傅夫人在他们举行完婚礼后 直接坐飞机去了国外 留下一封信 以后都会定居国外 不会回傅家 以后也不必再去找他 等警察来的时候 傅一涵是首先被怀疑的对象 李晴云也牵涉其中 两个人卷入凶杀案 一时间 傅家和李家的股票风雨飘摇 可是李家有靠谱的掌权人 现在只想着 要怎么把李晴云捞出来 傅家可就不一定了 傅氏集团马上召开了董事会 直接架空了傅一涵 重新换了新的董事长上台 傅一涵地位一落千丈 再也不负往昔 林双双从医院出来后 人虽然没事 但是他下半辈子 都要在疗养院度过了 这叫他怎么能甘心 直接叫人把傅一涵框骗了去 拉着他从30楼医院而下 社交平台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 我正好上了去往国外 独博的飞机 猪猪来送我的时候 还唏嘘了几声 谁能想到 一门从小定下的娃娃亲 最后落得个这样的结局呢 感谢观看